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厅15分钟再开盘 我个人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整个熔断机制在纽约股票市场出现了 那昨天就是整个你看到全世界就惊慌了 简而言之 整个一天他大概经历了最多的数 将近2200点 收盘的时候 道琼斯下跌超过2000 2013点是16点 下跌幅度不到8% 将近8% 标准普尔跟这个 纳斯达都一样 接近8% 那在欧洲的盘呢 几乎也都是将近8% 有一个 我忘了是哪个了 超过了8% 8.4% 很多情况讲说 这都是08年 金融危机之后 我们看到最惨烈的一次 如果从他的绝对数值来讲 应该是历史上最高的 他下跌了百分之 下跌了 下跌了2000多点 给我的 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完了 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看看美国商业电视台的采访的人 几乎都说 说现在叫leadership 现在只能leadership出来 leadership就是说 你只能总统出来了 他意思就是总统出来了 什么技术分析 这都没用了 而他根本原因是说 沙特阿勒伯 跟俄罗斯 在讨论有关石油价格 和产量问题上 没谈拢 谈崩了 结果 因为时差的原因嘛 所以俄罗斯跟沙特阿勒伯 把石油价格谈崩了 石油价格崩了 石油一下 每桶石油下跌了 大概11美元 到12美元 我看昨天到了31块钱 就是31美元一桶原油 那这个价格是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的价格 我个人经历过一桶原油大概16美金 所以那你现在 而最高的原油价格是一桶原油148美金 大家就能知道这个价格差就太大了 就是现在的价格只是最高价格的10% 带动着所有东西 带动着所有东西就全下来了 如果按照某种程度上讲 就叫惊涛海浪 黄金的价格没动 而世界主要货币 包括像加币 澳元 欧元 日元 对比美元来讲 大幅度下跌 还有 我给我的感觉就非常惨痛 所以这是很少经历过的 很少经历的这种场面 那直接的原因就是武汉病毒 直接的原因就是武汉病毒 然后逼到大概昨天晚上六点多 快七点 川普没招了 你看川普写的那个推文就是说 那是假消息 石油是假消息 你们为什么要听假消息 大概在早晨开盘之后不久 他发推文 而我个人的说法 我昨天在节目中讲了 谁让他夸习近平的 谁让他抖机灵的 谁让他是个生意人的 他就怕股票下跌 然后他就去夸习近平 今天习近平跟共产党成为一体了 你再去夸他 就等于再夸共产党了 他认不清楚 这一棍子打得他太惨了 所以昨天他记者会看来 很少见过那么愁容满面的川普 他作为应对的场面 他开了一下午会 应对的场面 美国个人税 减税 应该说很厉害了 他就是说 他在利用了半天的时间 他可以做出决定 因为现在是个人纳税的时候 他政府能够做到的就是税款 对不对 他减税 我不知道减的幅度是多大 今天宣布 对于很多低收入家庭 那如果他能够拿回来一千块两千块一个家庭的话 能够支撑他一个月的简单的生活 吃饭什么就简单生活 他能支撑了 那这是政府能够做到的 这就是今天看到的 所以这种损失是不可估量 整个欧盟全都有了 一开始报道出什么都没有 那后来中央电视台就拍出片子了 17分钟报道他视察这个武汉 这东西都是演的 都是摆拍的 那也就变成了习近平做戏 所有人骗他 他骗所有人 他也在骗自己 就是说你演戏都起码有一个入戏 对不对 你装你也得装的差不多呀 你得拼命往那演呀 他连那个演都没有 这个没见过 这是苹果日报最新的一篇文章 他就描述了习近平首次动身前往最前线 央视呢 把习近平整个30分钟的新闻几乎都是他的 然后呢文章里就讲述说他露面有两个目的 一个疫情好转 次序恢复 以证明内地取得抗击疫情的较阶段性胜利 他去打一照面拍完片子回来就会要求全国复工 那他扛不住啊 这十几亿人就这么就这么敢扛不住 第二个要重新树立受损的个人威望 因为亲自领导 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特别是领导下的中共中央 隐瞒疫情的重要性造成一发不可收拾 捅出了大乱子 还要歌功颂德 甚至出现了叫大国战役 感恩教武在内地出现了巨大的反弹 这是我看到的视频 几乎都是找来的演员 你注意到他们戴的口罩 他们为什么戴的都是黑口罩 黑口罩不是什么N95 不是的 这很显然这是为了拍片子而出来的人 他们穿着同样的黑色的服装 可能是警察 可能是这个 可能是那个 他为了他个人的安全 但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钟南山 他能否保证这些人身上没带病毒 我相信谁都保证不了 而他为什么出现这种场面呢 他习近平太怕了 这个你很少见过这么怕死的 他太怕了 他所有人都是他的敌人 所以他只能去找那些 在他看来在武汉当地 与武汉当地状况隔开的人 他才相信 否则的话他绝不相信 因为武汉人 他知道武汉人 就是内心中激的怨恨太大 我们要吃肉 与说这是武汉人 很显然是听到他来了 但不一定是他所在的区域了 这是看到在所有小区 两个公安把守 入户把守 这个他是讲的 在他的楼上 整个楼顶上 他要经过的地方 都有狙击手 有枪手 有狙击手是怕主席被杀 咱也想不出来 怎么会他能想到有狙击手 这武汉人手里有枪 有弹弓子 扔石头子 扔酒瓶子 不知道 但他是这么排的 而这个排法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相信中共体制内部 知道他行踪的人 就是更高级别的人 他们在他的眼睛里 那些人有可能会杀他 他只要露面 在公共场合上露面 都是他最危险的时刻 你完全可以这么解读了 武汉公安穿着防疫服 进了人家里面 然后在家里的梁台 来监视所有周围的一切 这个是讲说 在他的房顶上 站满了都是公安 来查谁敢喊 说这是假的 其实不用喊咯 因为他喊出去 是被人露下来了 这事就不好判了 当都不喊的时候呢 警察是假的 习近平是假的 视察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来营造大国的风范 来营造习近平 能够是这地球上 当今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的 他的交交者 他的结合者 也就是说 那嘎嘴呢 拴在他脑袋上 所以这是下面还有 但基本类似了 这是我们看到他出访 就这一次到武汉的故事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任大炮那话说的是对的 皇帝的新装 他把裤衩都脱了 从来没见过 这么想当皇帝的小丑 其实神 如果有神迹的话 神以这样的方式 让所有的人 去看到他恶心 从而有机会拒绝中共 你自己选择自己的路 永远是这样 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